柯达申请破产保护 原因是在数位化的潮流之下 没有及早因应产业变化 事实上在数位相机出现之后 底片相机视为 传统的照相馆跟充映店 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有充映店老板很庆幸说 还好他当初很快就下定决心要转型 引进了其他的服务 但同时也感叹 生意还是一年不如一年 这种传统的胶卷底片 现在是越来越少见 一转动辄要上百元 比以往贵上了许多 随着数位相机人手艺台 底片相机只剩少数玩家使用 三年前柯达就已经将 最受到业余跟职业摄影家 欢迎的高品质 柯达Chrome彩色软片停产 柯达如今申请破产保护 国内摄影器材业则认为 柯达促失了转型契机 柯达也是数位 可是他没有一直在努力 在进展嘛 所以他就没落了 数位化速度 太快啊对不对 马上拍马上游啊 那现在大家觉得方便 老板娘说 现在的底片销路 是从前的十分之一不到 虽然柯达最早开始 研究数位相机 但专做高阶专业的相机 错失了一般的消费市场 回顾约十年前开始的 这一波数位影像潮流 从传统充电成功转型的 业者庆幸 当初毅然决然投资上千万 转做数位输出 但也感叹生意是一年不如一年 门市来讲衰退 为十五到二十趴 这样子 因为数位化以后 一些人就是认为 他值得的照片才洗 不值得说不定就是 只是放在电脑里面 庄先生说 十多年前 全国约有三四千家的 充电店 如今应该剩不到 一千五百家 民众越来越小洗相片 尽管很积极的开发 相关的商品 像是月利 赫卡马克杯等等 但收入还是大不如前 又面临同业 消价竞争 只能说生意真的不好做 记者陈书军 林志坚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